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熊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的上节课 已经将面向对象的基本语法都讲完了 对吧 讲完面向对象之后 咱们是不是有类的概念了 这个时候 咱们就可以讲一个 在P2P5.3之后 新加的一个概念 什么呢 命名空间 命名空间 对 这个概念 来 记个笔记 这是在新版本里边 新加的 老版本是没有的 命 名 空间 通常呢 也管它叫做名字空间的 名字空间 其实都是一回事 对吧 这就是咱们要讲的主题 那什么是名字空间呢 妹子 问你 你上大学的时候是在哪个城市上的 长春 对吧 那长春我也去过 长春是不是有一个朝阳区啊 有 长春有个朝阳区 那北京是不是有个朝阳区啊 有 对吧 那好多人如果都去过这两个地方的 比如说你在沈阳跟别人交流 你说朝阳区 对吧 假如在沈阳的时候碰着一个书人 跟他说朝阳区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那别人会理解说是你说的是长春的长阳区啊 还是北京的朝阳区 对吧 那朝阳区这个名字是不是冲突了 对不对 别人就不理解是哪个了 是这问题吧 再有 比如说 在咱们的呃 程序里边 比如说 我在西盘 这个地方对不对 我建一个文件 假如叫做 dimo.tst 对不对 那我同样在这块 我还能建一个 dimo.tst的文件吗 不能 不能 怎么的 名字冲突了 对吧 所以你看 是不是就是创建不了啊 对吧 那对于程序来说 程序来说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函数名 自己定义一个函数 比如说这块 faction dimo一个函数 对吧 这块 直接我们运行是没问题的 lock host test drpp 你看 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我重新再声明一个函数 dimo 系统就会提示我什么 你看 是不是不能够重新定义呆摩 对不对 不光是不能和自己重新定义的聪明 比如说 咱们 呃 学过函数 比如说 vr 相应低于mp 这函数都经常用吧 嗯 普通单 R是比经常用 那你能不能做一个函数 比如说就是vr 相应低于mp啊 嗯 这可以吗 是不是跟系统函数都不能重新啊 嗯 那我们看一下 小心一下 是不是告诉我不能重新定义这个 嗯 对不对 那想象一下 对于pp程序 名字冲突的会有哪些技术 先生学过的 函数 函数是一个 刚刚说过 对 类名也不能重新定义 嗯 重复定义不能重新定义 对不对 那还有什么 变量 变量可以啊 变量你前面写一个变量 $V等于10 我后边再写$V等于20 这属于重新负值啊 对不对 啊 什么 常量 所以呢 命名空间就会解决这三种冲突的问题 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 常量 第二个就是 寒数 第三个就是 累 这三个是不能够重复定义的 其他的都可以 对吧 嗯 所以呢 这三个不能够重复定义 那么 以前的版本 PP5.3里边是怎么解决的呢 对吧 是怎么解决这三个的重复的问题呢 对吧 报错 但是呢 为了防止这个冲突了 是不是就得避免这个冲突啊 那你要定义的传统的文件名 比如说 咱们经常 特别是系统合并的时候 比如说 你那里边有一个 数据户处理类 你叫class DATBSE这个类对不对 对吧 然后呢 我的系统里边合并的时候 咱俩项目合并的时候 我这也有 这个类 是不是就不行了 所以一般的呢 都会加上很长很长一些前缀之类的 比如说 妹 子 DATABASE 对不对 然后这块是风格 DATABASE 是不是这样也可以解决啊 但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明亮 那个文件名 或者是咱们声明的长量名 函数名类名 偏长 对吧 不好记 然后呢命令规范也混乱了 对不对 你是使用搓风式命名的 还是使用下关系命名的 所以呢 就导致P2P5.3 以前的项目代码 有这样的命名 有托风式命名 还有像这样 托风式命名和下关系命名 这种下关系命名 这个叫做匈牙利命名 对不对 这种命名的混合 就导致P2P的命名 极为不规范 所以说 在P2P5.3以后 怎么的 引入了名词空间的概念 就是专门解决这个冲突 专门解决这个冲突 那就可以解决这个命名不规范的问题 那它是怎么解决的呢 比如说前边我们声明一个函数 VR下方线DUMP 是不是这样声明了 对吧 那先看一下这个 比如说刚才记不记得 我在这个位置上 声明一个什么文件 test.txt文件 对不对 我再声明一个这个文件 能成功吗 test.txt文件 是不能成功 但是 我新建一个文件夹 对不对 随便一个AA的文件夹 我在这个文件夹里边 我能不能再声明一个 test.txt文件 是不可以 那这个也叫txt.txt文件 这个也叫txt.txt文件 是不是文件名就要一样的了 那前边多了一个什么 是不是多了一级目录啊 那这个目录就是命名字空间的前缀 知道吧 那咱们在说文件的时候 你直接说txt.txt 是不是说这个 你说AA下边txt.txt 是不是就说这个下边的 对吧 就像咱们说了 朝阳区对不对 如果你加上长春的朝阳区 北京的朝阳区 是不是就可以聪明了 嗯 理解这个概念吧 那假如说我这话 现在我声明这个函数 肯定是不成的 对吧 因为什么 跟系统聪明了 是不是 但是我如果在这加上一个 咱们名字空间 命名空间 对不对 那名字是name 空间呢 s.p.c.name space 是不是这个 那名字空间 咱们声明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随便可以写一个 你就什么都写对不对 比如说myself 看到了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出错了吗 没出错 对不对 然后我这里边在写上 传一个参数A 然后 然后这里边 Iko 刀子飞 你看一下 那我现在再用这个 VR下方线 DUMP 里边的 传一个 比如说100 是不是就用我自己定义的这个了 给系统师傅可以聪明了 你看 是不是100就出来了 那你说 那这是掉100 那我还想用原来的一大方 怎么办呢 看一大 V 大方 还是传100 对不对 这个是掉自己生命 这个 对不对 系统里面是原来一个 加上的斜线 看到了 是不是整形了100 是不是原来的那个结构 对吧 这是跟系统变量 聪明的问题 对不对 那我这里边再举个例子 我这个保存一下 一点T 一点PT 现在是不是能解决跟系统变还是聪明了 那同样 现在国文馆说我家的邪法什么意思 后边咱们会详细的介绍 就能吧 先看一下咱们能够解决这个冲突的问题 是不是 那假如说 这是这个文件 你看如果是自己定义的 如果是自己定义的 比如说我在这块定一个 FUNC点 INC点 P 函数库文件 对不对 在这里边我声明两个函数 Faction One 这一个函数 里边 我输出 一行一 换一下函 看到了 我再声明一告 2 输出 一行二 这样的文件 对不对 是不是 万个2两个函数都有了 然后我在态字里边 我可不可以用 英可录的 包含 FUNC点 INC点 也就是 包含 什么 上面这个文件 对不对 那包含这个文件 那我现在 Faction 声明 One 可以声明吗 可以 输出 一行 A 换个行 对吧 然后 Faction 声明一行 二 换行 输出 一行 B 你看 现在我一访问 太点P2P的时候 是不是会提示我 名字通俗 这是咱们传统写的代码 对不对 来 我们运行一下 招行一下 是不是告诉我不能重新定义万 是不是就出错了 对吧 然后 你看 跟刚才姐姐办法一样 如果我这边加一个什么 Name Space 是名字空间的 然后 随便自己命名一个前缀 对吧 比如妹子 你想命名成什么名 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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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是不是一个前缀 然后就相当于建个目录 看到了吗 这块我命名一个妹子的空间 就相当于建个目录 就相当于上边在当前目录下 这些在什么 在妹子目录下 没有这意思 那比如说我们这块 我们再写一下 我这块钓鱼 同样 刷新一下 是不是没有错误了 没有 那我现在钓鱼 钓鱼一下 你看 钓鱼1 那默认钓鱼的是哪个 就是妹子 对 你这个是名字空间妹子 那当前声名的就在这个目录下 对吧 上面这个妹声名 就在什么相当于妹子的上一节目录下 对不对 跟妹同体的目录下 刷新一下 是不是输出一行A 那如果我想输出这一行一 用别的空间的呢 写上 对吧 当然这写上有的时候不理解 他说后边咱们再讲这啥意思 对不对 写上意思是调用全局的 当然了 有好多解释的地方都是咱后边怎么介绍的 你看 我们再刷新一下 是不是一也出来了 那同样 这是这个长量呢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 比如在这里边我们定一个长量 看一下啊 假如说DFN几番 长量叫做 root 对吧 这块有一个root 比如说这块是一哈五 一个五字幕筛 对不对 那如果我不用名字空间的话 我这块能在 底范定一个同样的root了吗 不能是不能了 这块是一行酒 对吧 但是我现在是不是有名字空间 那这一些方法和长量是不是相当于在妹子里侮辱下 对不对 那我现在再刷新一下 咦 已经定了 等我看一下 往这上边 这个名字空间 名字空间必须在第一条代码 这块是不能有问题的 在第一条代码 我看一下 我这块定一个root 这样吧 root 我先证明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后面咱会讲这个加前缀的一个斜杠 那这些地方 同样类 如果冲突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解决 对不对 就相当于把不同类放在不同部下 这就是名字空间的一个概念 专门解决长量函数和类的冲突的问题 好吧 那咱们这节课就认识一下什么是名字空间 为什么要名字空间 名字空间都解决哪些问题 对吧 对就叫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下节课咱们继续讨论名字空间的细节问题 好吧 好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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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